中药的药消是无庸置疑的,但是每次要自己建筑实在是麻烦。 自从大量民邦被做成中成药之后,广述大家欢迎,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,有一些中成药,慢慢显露出新的本领。 令人称奇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种耳熟能详的中成药。 他们的新用途可真不简单,10滴水软胶脑胶新用途10滴水油干浆,辣椒,小茴香,肉桂,大黄,矮油,胶脑等中要组成,具有纤维,屈风等功效。 过去常用来因中暑引起的头晕,恶心,腹痛,胃肠不适。 今年来经科研及临床应用表明,本体还有许多新用途。 指烫伤,有人用本体80滴烫伤,烫伤程度为2,2度,烫伤面积为L,10%,均或痊愈,方法是烫伤局不常规消毒。 2度者用消毒粘线免求占10滴水直接涂换处,每日1-3次,浅2度至3,2度者用无菌敷料浸透时滴水外敷,外涂一层薄白是0高,再用干敷料包扎固定,每日2-4次。 治小孩被子,有人用本品小孩被子取得满意疗效,方法是取得25毫升,直滴水溶于3000毫升温水中搅匀,给患儿洗浴,每日2次,5000被医疗成,被子3后4,5000减轻,小时,有效率100%。 治冻伤,又软用本品74例冻伤患者,结果全部治愈,方法是用本品外擦换处,又溃疡者,先用红梅素软高外擦,再用石滴水外擦。 大活络丹丹,新用图大活络丹,与人参,防风,白花蛇,乌烧蛇,威灵仙,草屋,天麻,劝鞋等50多种药物组成。 具有驱风止痛,除湿活潭,书筋活络等功效。 主治中风后遗症,半身不遂,受足麻木或巨蓝,金箍无力,行走艰难等症。 本品还有一下新用,治疗外,有人观察118例疗外患者,结果临床治愈,急用要一个疗程,能达到性高潮,圆满完成性交过程,持续在10分钟以上者,占79%,又效,急用要一个疗程,基本达到性高潮,可完成性交过程,较浅明显好赚者,占17%, 无效至占4%,总有效率为90%哦,方法是每日两次,每次一晚,用黄酒和温开水各办送服,30天为医疗程。 治癫痫,有人观察34例癫痫,结果险效观察一年以上,基本停止发作或发作次数协助减少,发作时症状明显减轻7例,有效观察一年以上,发作次数较前减少。 发作次症状减轻,持久例,无效8例,总有效率为76%,方法是内服本品,成员每日两次,每次六克,儿童每日两次,每次三克,因应而每日L,两次,每次一,两克,一个月为医疗程,第二个疗程减半,连服三到四个疗程。 治疗椎间盘突出症,有人观察本病65例,结果距离53例,占81.5%,血效6例,占9.2%,有效4例,占6.7%,无效两例,占3.4%,总有效率96.6%,用法是每日三次,每次两例,温黄酒送服, 一个月为L疗程,疗程之间停要三天,七里散新用途七里散有血节,血香,冰片,末药,薯香,红花,朱砂,耳茶等八位中要组成,具有活血化鱼,镇通纸鞋等功效,过去常用于跌打钻伤,血液肿痛,刀伤疏鞋等, 近年来,经科研和临床试用表明,又有许多新用途,直带状泡枕,有人用本体带状泡枕,效果很好,服药后一日疼痛减轻,三日后红斑,修疹开始消退,六日后水泡变干,结佳,方法是每日三次,共计2.2克,用温开始送服,至乳疮,有人摔本体乳疮,也收到了很好疗效, 方法是先将窗面清洗,除去坏死组织,再将本品均晕洒在窗面上,然后盖上凡是磷砂布条,最后用消毒服料包扎,每日换药一次,直至窗面浴和,治内外治,有人,用本品内外治疮,疗像甚佳,方法是在3000毫升温开水中,加高蒙酸价1克,细域钢门半小时,再用治疮钢或黄暗软钢5只, 加入本品3克,乔成糊状,突于钢门内外,每晚一次,连用2,3个月,期间继续垃圾饮酒,避免中体力劳动,治慢性烟炎,有人用本品慢性烟炎之久,盐不黏膜于学肥后,夜后必律泡累累患者,收到了很好效果,方法是取本品每次0.3克, 每日两次,温开水送服,另取半支药粉喷吹,予亦后必,每日两次,好书推荐,家庭用药力点通,本书分为便并选药篇,安全用药篇,老疗心用篇,便并选药篇,主要是对中老年上见疾病的发病先兆,主要危害,如何预防,如何选择药物,中医注意什么等方面, 做了详实介绍,安全用药篇首先指出了,人们用药中,普遍存在的一些误区,其次是针对这些误区,提出了如何树立正确的用药观念,做到规范用药,老药新用篇随着科技的进步,一些多年的老药,也发现它们有许多新功效,本书做了减药介绍,对于常用这些老药的朋友,肯定有参考价值,本书虽属是书籍, 但通俗一斗,内容丰富,严解一概,艺术在手全家受益,本文部分内容选自家庭用药一点通,中国中医要出版社出版,许甄主编,最终解释全会原作者所有,请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